好,那么这一课呢,我们对这个积分的存在性进行更深入的一个探讨 就是我们要讨论,我们要研究它这个积分存在性的这个冲药条件 好,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先丢一个定义,什么叫,我们要叫一个零测度级 零测度呢,就是说,A呢,它的零测度呢,就是说对于任意的EPSON大约0呢 我们都能找到一个,有,呃,可数无穷个,嗯,长方形呢 首先呢,它不仅呢,是A的一个覆盖 同时呢,它这个基础是收敛的 这个基础是它所有的体积的基础 就是对于任意的EPSON 意思是什么,对于任意的EPSON呢 我们都存在一个 可数无穷的,可数无穷的一个 长方形呢,是个什么呢 一,我们有它是A的一个覆盖 同时呢,这个技术它不仅收敛 它不仅收敛,它还能小于这个EPSON 就对于任意的这个 大约0 那如果有这个性质的话 我们就要做 A has measure zero 它的测度是0 好吧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有一些关于测度的一些性质 看一下 它是它自己 如果A测度是0 B是它自己,那B也测度0 第二个呢 就是 如果A是可数无穷多个 0测度级的B 那A它还是一个0测度级 好,第三个 就是说 就是0测度的这个冲药条件 它的测度是0 当且紧张 对于任意的EPSON呢 都有可数无穷个 开长方形 包含它 并且满足这个 OK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说 对于一个长方形呢 对于一个长方形 它的Boundary的测度是0 但是呢 它本身的测度不是0 好吧 好 那么 这个稍微记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证明的思路哈 第一个呢 它是很频繁的 如果每一个QA 它包含A 对吧 那它肯定就包含B了嘛 那就没必要说了 所以 这个是 M11.1 A的话 Trivial B的话 我们看 我们有可数无穷多个 这个 这个 集合 可是 无穷多个零测度计 我们讨论它的病 对吧 就是说 对于任意的 EPSON 大于0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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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k 什么呀 Q I J J 1到无穷 Cover Cover A 第1个 对吧 同时我们有什么呀 J 从1到无穷 V Q I J 我们都有它小于EPSON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改一改 我们把这个改成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改成 EPSON2的I次方 好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是什么呀 I从1到无穷 这个 这个东西 小于什么呀 它是不是小于EPSON 它是不是小于EPSON OK 那么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每个AI都被cover了 对吧 那么 Cover is AI And We have 它什么 它什么 它是不是 Cover了A 对吧 也就是我们还是存在一个 可是无穷多的一个 可是无穷 还是可是无穷多嘛 对吧 就是 可是无穷多 两个可是无穷多的集合的病 它还是可是无穷 那么 它不仅包含A呢 同时呢 它的Total Volume 是小于EPSON 所以A还是零测度集 好吧 好 那我们看C 我们看C C C说的是什么呢 看一下 回忆一下 A A是零测度 当心仅当 对于这里的EPSON 有可是无穷多个 开场方形 包含它并且满路这个 好开场方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可是无穷多个开场方形 好 那么 我们从这个方向 如果 如果 如果它 coversA 那么 它也 coversA 对吧 A 同时呢 我们有什么呀 VQI 对吧 小S 那这个不就代表了 这个不就代表了 这个不就不就代表了 A是零测度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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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这个方向 我们看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稍微复杂长一点点 就是我们假设 就是我们假设A 我们假设它是零测度 我们想要推出那个 对吧 好 那么 我们看哈 我们一直有一个 A1 不不不 OK 我们假设零测度 对吧 那么 FOR 对吧 我们有一个APP上 大约0 我们cover A Q2 P 好吧 我们有这么多长方形 然后呢 QP呢 它就是什么呀 A1 H HQP它都是形如 这样子的 一个长方形 A N P B N P 没问题 它是形入这样的一个长方形 OK 那么 我们看 我们想要 Anterior 长方形的内部 它是包含A 对吧 那我们看 我们已经 给定一个假设 我们有 A1 B1 对吧 我们再套一个 我们套一个 A1 B1 上去 这样才就是内部 内部 对吧 好 我们看着这幅图呢 我们能怎么思考呢 我们 我们 让什么呢 当我们 我看我们的idea 是不是还没看idea 对 就是我们 让它 每个内点包含 但是呢 它呢 也不会过大 因为它过大的话 万一你的total volume 加起来是比s大了怎么办 那就 对吧 又不能让它过大 所以呢 我们就让这个什么呢 我们每个bi i -ai 它是小于 n倍根号 2的n次根 开n次根号 我们只要有了这个 我们只要有了这个 对吧 就是首先 它是比较大 但是呢 它有小于 这么多个 好 那么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volume 它是不是就小于 什么呀 二的 二的 成n次方 那就是二的 v qp 对吧 就两次嘛 因为你刷包装 你把它们都乘起来 对吧 同时呢 我们有什么呀 qp 它是 对吧 对吧 好 所以呢 我们对于任意的一种 我们有个epsut 然后呢 我们让它 覆盖 这个a 同时呢 and let qp 我们让 vq qp i 让它呢 小于epsut 除以2 那么 我们就有什么呀 vq vq 就小于epsut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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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同时有这个呢 q1 q2 covers a 对吧 因为它每一个都cover a了 它每一个跟起来也cover a 对吧 对吧 那么c是证完了 我们看d怎么证 d 回忆一下 是说呢 它的boundary呢 是零色度 但是呢 它长方身本身不是零色度 好 boundary是零色度 我们先看一个长方形 哈 就是我们先看 假如我们看一个二维的 我们先看一个二维的长方形 对吧 比如说这是 a1 这是b1 这是a1 这是b1 然后这是a2 这个是b2 好吧 我们呢 看 for x 属于q 这个是q 那x属于q呢 我们让的什么呢 xi 如果等于a1的话 are if faces 然后呢 other if faces are 什么呢 xi 等于b i 我们的思路是什么呢 你看 我们就看 这一个portion 这一部分的点 那它的boundary呢 其实就是什么 final union 对吧 那final union 但是我们已经有 这个b了嘛 对吧 有可数 那就是 对吧 有限比可数要少呀 你可数无穷都正了 那你有限不更显然的吗 对吧 然后呢 所以说 我们就看它这个点 那它的boundary呢 只不过是 它们的可数病 不是可数病 有限病 好的 好 那么对于每一个像 形入这样子的集合呢 形入这样子的集合呢 怎么 e face can be cover by 我们看一下 它可以被怎么覆盖呢 a b 乘上什么呢 乘上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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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delta 乘上 a 乘上 a n bn 对吧 对吧 只要你这个x呢 只要你这个x是一个i face 对吧 这个二维的情况呢 就像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是什么呀 我们是什么 x1 等于a1 x2呢 它是不是就属于 a2 b2 对吧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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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加上delta a2 b2 a2 b2 那么呢 我们 每一个face呢 对于任意的epsilon 让delta 变得很小 充分小 那么它整个 那它整个的volume 是不是就变得很小了呀 对吧 given given 对吧 make sufficiently small so that volume of 像这个我们就叫它Q撇吧 Q撇呢 就那小于epsilon 对吧 所以说每一个iFace 那么刚才说的 对吧 down的Q不就measure0了吗 measure0 好 这是第一个 iFace的测度是0 第二个呢 我们要证明长方形 它的整个长方形 它的 对吧 它的测度不是0 对 那么对于这个定理呢 我们先假设 我们 假设一个矛盾 对吧 在RM里 它的测度是0 我们呢 让epsilon等于它的 体积 那么根据我们的C呢 它测度是0 那我们就能有QE 我们看不到idea是什么 我们用C嘛 因为它测度是0 所以我们就有个开覆盖 对吧 这个开覆盖呢 我们就选这样子的开覆盖 QR 对吧 Cover Q 但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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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它是不是个紧急啊 它是个紧急啊 这个忘了 这个也加上 好 它是个紧急 那我们为什么找到有限的开覆盖 它用的是有限的开覆盖 Q Q 就比如说 就写 就写 就是某一个嘛 对吧 Final的 你就选个Final Subcover 好 用有限的开覆盖 就能找到有限的子覆盖 但是呢 因为epsilon VQ 因为它覆盖了嘛 它覆盖的话 那它的 根据我们上节课最后的一个推论 它是不是有小于等于 N Q 就写QPI吧 就是它们 它们其中所给你选N个出来 然后你就 就是个符号 刷它 稍微明白就意思就行了 那么它是小于epsilon的 对吧 那我们知道了什么 我们就推到了矛盾 看reaction 好 那么这个定理呢 是正臂了 是正臂了 好吧 OK 那么我们继续 下一个就是说呢 有个例子 有个例子要稍微提一下 就是书里这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这个 可是无穷个 是一个 最本质的一个 定义 那如果我们假设呢 说是如果我们只是说有限格等 如果我们只是有限格等 那你们稍微读一下 就是说 A是它的所有有理点 所有有理点 每一个单点击呢 它都是零测度 那么有限 有限病呢 它也是零测度 所以A就是零测度 好吧 那么 但是呢 A呢 不能 满足这个性质 就是 有限格 这个 B区间 使得这个B区间 所有的长度加起来 是小于1的 它是不能满足这个条件的 那么为什么呢 那么假设 矛盾 推矛盾 假设说 你有有限格 包含了A 那么呢 B呢 是它们的病 它们的病呢 是可数个B级的病 那它还是B级 这是托普学的内容 那么 因为B呢 它包含了所有的I 然后呢 它又是个B级 B级的一个 还有一个性质就是什么呢 它包含它所有的据点 或者它的极限点 对吧 它包含它的所有的极限点 那 有理数的 这个区间链的有理数的所有的极限点 在包含它 在并上它这个本身 那是不是就是它本身啊 所以呢 它Condays other eye 但是呢 I can cover eye 也就是说什么呢 它是大于它 它是等于1的 对吧 但是呢 我没有要求它是小于1 所以这是个矛盾 好吧 OK 那我们现在 就是来到我们这个 真正的定理 这个定理说的是什么呢 F呢 它从Q到R嘛 有界函数 然后呢 让D呢 是所有Q的子机 使得什么呢 F在D呢 它不连续 Fails to be continuous 那么 它这个 这个黎曼积分 它存在 当前紧张 什么 当前紧张 D是零侧妒忌 充分少个 其实就是说什么呢 F它可击 如果它可击 它有很少 很少 个 X F F F 在 X 不 脸 续 对吧 它有很少个 有几个呢 有多少呢 它只有零侧妒 就是它这个所有集合 它是零侧妒 好 那这个定理很长 这是Stherem 11.2 但是它当前紧张 我们就先 我们先推这个方向 然后再推这个方向 没问题吧 好 我们又先推这个方向 就是说 如果它的测度是零 如果它的测度是零 那我们先看 对于这个方向呢 我先说一个引力 这个引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对于任意AB 属于A呢 如果 所有的AB的集合呢 它的距离是小于C 那么 Supremum A 它是小于C的 好吧 那么 我们这是 这是引力的意思 那么引力的证明呢 稍微看一下哈 就是说 我们如果 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 就是 A-B 然后能取它的绝对值 所有形如这样的数 形成的集合呢 它的 上学界 如果是等于 Supremum A-A 的话 那么 我们就能推出这个 对吧 因为这样子的话 C就是它的上界 那么它的最小上界呢 就是它 那就小于C 明白我意思 好 那我们就第一步 我们先假设 假设它是小于它 就是 意思就是说 假设它是 它是所有A-B的一个上界 那么 证明呢 我们就假设矛盾 就假设存在A-B 属于A 是的什么 有这个 好 那么 如果 A等于B的话 我们就有什么呀 我们知道Supremum 它是 这个什么呀 我们知道它是 大于等于0的 但是它又小于 小于0 因为我们假设A-B 这是个矛盾 好 如果A大于B的话 我们有这个 我们 一下就得了这个 这是大于等于0 这又是小于等于0 根据定义 我们就得到一个矛盾 因为它是大于等于0 小于一个小于等于0的数 那么同样的 如果A是小于B的话 我们同样再换一下 它也能得出矛盾 好 第二个 我们就是说 对于任意的Epson 大于0 我们考虑它 减掉一个Epson 那么它减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 也就是我们分成两部分讨论 对于它呢 我们存在一个A 是的这个是对的 对于它呢 我们存在一个B 是的它是对的 对吧 这个是没问题的 根据上学集和下学集的定义 好 那这个呢 我们变一变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它加它 小于它加它 对吧 那么就得到它 小于等于它的 这个就没问题 哈 也就是说 对于任意的Epson 存在一个A B 使得什么呢 它的距离是大于它的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这个意思呀 那就我们就证完了 好 这个引领我们证了 先到时候会用到哈 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这个定理 就是我们讨论 如果它的测度是0的话 我们证明它积分存在 那我们只要证明它满足这个黎曼条件 就行了 这是我们的目标哈 满足黎曼条件 那么D它是0测度 我们就选一个D的开覆盖 就是这样子 没问题哈 然后呢它的Volume是小于Epson 同时呢 我们又因为F呢 在Q-D 这个集合上呢 它是连续的 对吧 好 那么对于任意的点呢 我们呢 根据这个连续性的定义哈 我们存在一个A的领域式的 这个是对的 这个Epson P和Epson 我们要选一选哈 就选一个Suitable的 这样子呢 它们 对吧 我们就能用这个黎曼条件 好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领域呢 我们又选一个 这样子的领域 Interior of a QA是个长方形 就是它的Interior 好 那么 所有 这个QE 还有这个什么 所有的QA呢 它呢 是肯定是覆盖的Q的嘛 QA是紧急 所以说 我们就有限多个 我们有限多个 它 我们有限多个 它 所有加起来呢 所有并起来呢 是它的一个覆盖 好 现在来到我们的思路 我们思路就是说呢 因为积分呢 它是和这个分割是有关的 对吧 我们就用那个 这个10.5这个推论里 同样的一个手法 我们用它每一个 就是这个Q呢 就每一个小QA 小有限多个 剩下来的呢 我把它们的所有的Endpoint 用来做这个分割 但是呢 我们先要注意哈 我们需要把每一个 每一个QI和QA呢 替换成它本身交上Q 这样子呢 它才能等于Q 对吧 然后我们才能做这个 做这个手法 做这个技巧 好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R呢 在这个Partention里面呢 我们记住这个D 是Q的字极 对吧 所以我们说 我们Break into two parts 一个呢 是它的这个 集合呢 是包含了D的点 另一个呢 就是像这样的Rectangle呢 它不包含D的点 然后呢 我们再看它的这个 这个Upper sum minus lower sum 我们先正这个方向 好吧 好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证明 好 因为F是邮件呢 选一个M 对吧 选一个上戒给它 好 选一个上戒给它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 嗯 我们选 可数个 对吧 选一个 选一个 选到什么呢 它的体积 撇 这个App上撇了 我们 什么呢 稍微往下移一下 对于这里的App上大约0呢 我们Cover D呢 使得这样子 使得这样子 使得有限格 使得有限格 使得什么呀 使得它 使得有限格 使得它 这个App上便宜了 然后等于Epson RM 加上RVQ 这看的很奇怪 但是呢 到时候我们用那个黎曼条件 我们取它的 LOWER SUM 和UPPER SUM 的时候 就会被都给消掉 我们先取这个 只是为了方便而已 就是不要过度去思考 这一步 好 那么 同时呢 我们要对于 这里的元素呢 因为F 因为F在A是连续的嘛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 Choose Choose 我们选一个长方形 QA 每一个A呢 我们选择一个 就是A的长方形 使得什么呢 设计来什么呢 A它是包含于 这个呢 然后呢 对于 X呢 属于这个 QA 叫Q 我们有什么呀 FX 和FA FX和FA的距离 是小于F 上P 好吧 好 那么 这样子呢 这样子呢 我们就有什么呀 Q 它是什么类 首先 这个QA呢 它覆盖了D 对吧 我们在和什么呀 A属于这个什么 A属于这个什么 Q-D QA 它是它的这个一个覆盖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利用Q的紧性 Q的紧致性 对吧 我们就能得到什么呀 我们就有什么 Q 抱歉 这里忘加这个 Interior 对吧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再选有限格 也就是说呢 Q 它是男背 什么呀 我们就 假设它 假设我们什么 有限格 这个 这个 Q1 QK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呀 A1 有限格 A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我把它们记为什么呀 QAI 等于 QPI 我就把它记为这样子就行了 然后呢 所以呢 QE QK QE QL 对吧 它是Coverish Q OK 好 那我们就 对吧 它是包含了Q的 OK 它覆盖了Q 那么现在呢 第一个 我们有什么呀 我们有什么呀 我们有这个 对吧 嗯 对吧 这个三角不得是用一下 然后呢 我们 嗯 点 把它移下去一点 第一个 我们有什么 它 它 是小A F3P 对吧 我们有这个性质 同时呢我们又有 这个性质 好 那么 现在呢 我们 现在呢 我们 这个性质 是 这个性质 的性质 编 编 编 F3P 我们选择一个 partition 对吧 of Q as this goes 像我们刚刚讨论一样 我们选一个那样的 一个partition 好 OK 那么 选了一个这样的partition之后呢 我们要什么呀 我们就能得到 each q i is union of sub rectangles 对吧 它每个都是subrectangle的 这个 subrectangles 所以我们现在就compute 我们现在compute什么呀 compute f p j l f p OK 我们现在来看正式计算 这个 首先呢 when first 我们先把它分成两派 by subrectangles subrectangles 就是 into 我们先把它分成两派 我把这个r分成两派 第一派呢 是这个 r which is in one of one of 它是某一个 qi的元素 然后rp 就是r which which is in one of 它是某一个 qpdj的一个元素 好 那么这个之后我们就得出来什么 r r 这个 集合 和这个集合它们是空气 对吧 这个 没问题吧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有什么呀 我们现在就有什么呀 1 我们有 这个 这里面所有的subrectangles 它的total volume呢 它是跟什么 因为它每一个都是one of qi 对吧 所有one of qi 那其实就是什么 对吧 ok 它呢 确实就等于什么呀 对吧 它是小于f3p ok 第一个我们有这个 同时呢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什么 嗯 它在另一个portion里呢 另一个portion里 它是 等于 是q 小于等于sof q 那又等于vq 对吧 对吧 这一步没问题 ok 那么 同时呢 我们拥有什么呀 对于这里的xy 属于 属于这里的呢 我们有fx-fy 小于等于2m 这里用我们那个引力 对吧 等于用引力 而撇的话呢 这一步呢 我们有什么呀 这一步呢因为那个连续性 对吧 这是因为连续性 这个就是因为 我们这个 定义 三小不断式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两个结合起来 和引力一起用起来 我们就有什么 这个有什么 mrf-mrf 对吧 它 线上 vr 下一个等于什么 rm rm套进去 vr又能换成什么 vr呢换成这个 所以小于等于 rm epsilonp 然后呢 r属于rp的 它有什么 mrf 小mrf 乘vr 它是小于等于什么 repsilon 乘vq 对吧 rm 对吧 这还是用那个引力吗 乘上vq 好吧 那么 这样子呢 我们就能够出来什么 它的 fp 键 它的fp 就小于 repsilonp 是什么 repsilonp 我们之前还定义 repsilonp 是个很奇怪的书 我们定义它成这个书 然后呢 你把repsilonp 也带成这个书 你再把这两个带进去之后 你就算了它对 repsilonp 好 那这个方向我们证完了 我们先来证 证这个方向 好 这个方向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思路 好 这个思路 我们用 0.2 什么是0.2 Q呢我们定义一个函数它的震荡 Oscalation 应该是震荡吧 查一下 Oscalation 它的震荡 函数的震荡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 对于a 属于q delta 属于大约0 呢 我们定义adelta 是在a这个delta 0E里面 所有fx的值 然后呢 我们定义它 它是上下缺界 那么呢 它的震荡呢 我们就定义为 所有fx 大约0呢 这个 x的下缺界 不是它的震荡 那么 有了这个定义呢 我们就能读出了什么呀 f在a连续 当起的震荡 就等下于 它在a的震荡是为0 就是它在a是不震荡的 如果它在a点连续 它的a的震荡是为0 如果它在a不连续的话 它就有一个震荡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好 你看 adelta 就是这个delta领域内的所有值 然后呢 mdelta和小mdelta 就是 这个领域值的上缺界和下缺界 你做一个差 就是说 它最多能震荡多少 它最大值能震荡多少 它最大的震荡值 可能就这么多 对吧 好 那么你让这个delta呢 无限趋近于0 因为它是所有delta大于0 就是它无限趋近于0的时候呢 对吧 就对于所有的这样子呢 所有的震荡 所有的a 所有的a 你取一个领域 你的f可能会有个震荡值 就是从这儿震荡到这儿 你这个delta取得越来越小 你这个 你这个对吧 你这个所有的震荡值呢 你都要取一个下缺界 如果它是0的话呢 它在a就会连续的 这个可能还是不太好理解 那么我们就先证明吧 就是先证明 好 如果它在a连续呢 我们这个对阵于ebs 属于一个delta 现在一个delta 是什么了 没问题 好 那么这一步呢 我们就能得到这个 对吧 这一步呢 我们能得到什么呀 所有的 对吧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根据这个定义呢 就是说 sodefx 在这个领域内呢 都有它大于它 也就是说 它是个下界 那它的下界界 就肯定大一点 它 这里同理 然后呢 我们有了这两个 对吧 有了这两个之后呢 我们做它们的差 就能发现它有小一点 2ebs 也就是说 存在这个delta 使得它小一点 2ebs 那它的下界界 肯定同样的 也得小一点 2ebs 对吧 我们就注意到 这个 这个 它肯定是大一点于0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为什么呢 它是大一点于0 所有非负集的 集合里面 所有的元素都是非负的 那它的下界界 肯定也是非负的 这个就不正了 那么 ebs 去约0 它也等于0 好 回来这个方向 如果它的震荡等于0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对于这里的 ebs 大约0 我们存在一个delta 使得这个是对的 对吧 好好回忆一下下界界的定义 就能推出这个 好 那么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如果 x是长方形 实则 它是小于delta的话 就是你选它一个 这个领域内的元素 那么 你有这个 根据定义 对吧 你根据定义 你有这个 同时呢 我们就能推出来什么 其中我们就直接 用上一部领域 上一个领域 就能推出来 对吧 fx-fa 它的所有的距离 它肯定是小于 这个的 它呢 又是小于ebs 对吧 也就是说 f在a是连续的 好 我们有这个领域 我们看lama lama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就考虑dn 我们考虑dn 是这样的一个集合 那么d呢 它就是它的病 对吧 如果dn的测度是0的话 d的测度就是0了 所以说我们只要分析 其中一个dn 就行了 对吧 ok 然后呢 因为函数是它是可击的 我们用下这个laman条件 我们就选一个partition 使得这个是对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dn呢 我们再把它同样的分割成两大块 第一块呢 就是说 就是点呢 它是在这个boundary上的 separate angle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除它以外的 那么它的测度是0 这个很好讨论 然后呢 如果讨论它的测度呢 因为它不在这个boundary 那么它就在它内部 在它内部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什么 领域 对吧 那么有了这一步呢 我们再看这一步 这一步是因为这个 领域是包含在这个长方形里面的 所以呢 我们再讨论它们的这个total volume 就行了 好吧 好吧 OK 那我们现在来正式证明这个定理 OK 我们看这个 好吧 好吧 我们这么定义 至于有的同学可能会疑问 为什么这个成立呢 你用一下阿基米的原理 Archimedian property实数的基本性质 就能知道为什么了 好吧 好吧 好 那么 我们选择一个partition p h h h 是什么呀 ufp-lfp 它是小epsin除以2n的 这没问题吧 对吧 我们取一个这样的partition 然后呢 我们让d撇m呢 等于所有的x在dm里面呢 它满足一个什么呀 它是在boundary上的 sub-integral上的 它是属于这个partition 好 那撇撇呢 就是除它以外的 我们分成这两块 然后呢 我们看d撇m d撇m 首先我们知道什么呀 它的measure是0 对吧 那么它的所有的 它也是 它的测度也是0 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呀 d撇m它肯定是 它的自己呀 它是它自己呀 所以d撇m它是0测度 OK 我们看d撇m 我们看d撇m d撇m d撇m呢 我们就看 因为d撇m它肯定是d的自己 d又是q的自己 所以说你这个partition 它肯定会有 对吧 你肯定会有包含d撇m的 rectangle sub-rectangle byp depirmiран by p slash that contain point from d撇m 好吧 我们就看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看 for each eye呢 for each i 我们知道什么呀 ri has a point 对吧 a 在这个dppm 然后呢 又因为 a 肯定不在boundary上 这是我们的requirement 也就是什么呢 我们考虑存在一个cubic neighborhood 属ri的字迹 好 那么这一步呢 看这个不等式哈 我们有什么 因为我们有one over m 它是小于对于f在a的震荡 这是要定义 同时呢 它呢肯定是小于我们这一个delta 我们这一个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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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呢 它呢 小于等于什么 ri f 加ri f 这一步只是单纯的因为什么 cdelta a 它是ri的字迹 ok 我们有了这个不等式之后呢 我们每一个呢 multiply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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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吧 它又等于什么呀 我们选它是小于什么 一开始我们是不是选了这一个 ok 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花剪一下 看一下盯一盯 从头尾看一看 花剪又花剪 得出来什么呀 VRI 它是小于 2 所以 所以它这个也是测度 然后呢 对吧 DM 然后呢D又因为等于DM病 PPM 所以已经证完了 对吧 已经证完了 好 这个严格的论证啊 确实是比较漫长的 好 我们现在还剩最后一个定理 还剩最后一个 这个定理就是说什么的 让Q是一个Rectangle 然后呢假设它是可积的 第一个呢 它Vanish except on a set of measure zero 就是说呢 它除了 在这个0测度积以外呢 它F的都是0 那么 它的积分就等于0 我们已经假设它可积了 我们已经假设它可积了 第一个呢 我们一个一个看吧 ok 其实就是说 它在一个0测度集合以外 的曲值都是0 那么它整个积分值就为0 很有意思 积分值 神奇的东西 对吧 因为它这个 分析确实很多 定理都比较反直觉 加上 好 11.3 我们看A怎么整 那么A呢 我们看 我们想要证明 我们想要说 它的积分是0 我们需要证明 它是小一点的0 和它大一点的0 就行了嘛 那它呢 我们就可以讨论这两个 upper sum和lower sum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说A 对吧 假如说F呢 它不等于0 在E 上面 就对于任意一个sup rectangle 对于任意的分割 和对于任意的子 长方形 我们在R和E之间 我们能读出什么样的关系 假如说F 这个E的0测度 对吧 它能读出什么样的关系呢 R0 同时呢 MRF小一点的0 是对于任意的R 同时呢 同时呢 我们有这一步 对吧 对吧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缩放 我们以致什么呀 0 它肯定是小于 乘上V R0 这一步无庸置疑 那么它呢 是不是小于等于 所有的R呢 MRF VR 2 对吧 哦不对 这应该是大一点 像啥 它飞幅啊 它飞幅呢 肯定有这一步 OK那这一步就说得通了 对吧 它呢 正错了 又看错了 又看错了 这应该是 对 对于任意的 OK 这样子 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 OK 这样子的话 那整个就练得通了 它就等于 有点下翻 有点下翻 P 小于等于什么呀 好 0小于0 正B 这个写的 OK 正B 那么我们这一刻 所有的定理 就开始正完了 就是积分的存在的充要条件 然后我们引入了这个 零测肚子概念 我们在对它这个 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呢 我们得到了一系列 优美的结论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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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